宗教在科学时代 宗教没有科学是核子 科学没有宗教是悲触 宗教与科学的冲击 我们生活在科学时代 今天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都受到科学革命性的洗礼 科学革命起源于17世纪的西方 今天它继续对我们所思所为 伸展着惊人的影响 科学思潮对传统的宗教 有特别大的冲击 很多基本的宗教观念 不再为现代知识分子 或者科学家们所接受 举例说 科学已经推翻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信念 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 已经被丢弃了很久 即使这一个曾经是某些宗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 新的心理学发现到 人类的心理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 按照自然的因果律生起作用 始终并没有不扭的灵魂 很多古老的宗教概念 在现代科学的压力下逐渐崩溃 真理不能再靠神学的益测 或者以宗教圣典的权威性做参考 科学迫使很多宗教家们 对一般科学所讲的理论 与宗教基本的教条相冲突的地方 寓意新的解释 一种情形指出 即使达尔文的进化论 很多宗教常常宣传 人是直接由上帝所创造的 而达尔文则宣称 人是由源后演化而来的 他的这种议论 搞乱了人的创造 和人的堕落论 很多年来 神学家们反对这种理论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一个对他们的宗教信心 是无情的打击 近年来 达尔文的思想 已经被一般聪明的思想家们所接受 今天的神学家们 被逼得必须对宗教一开始就反对的进化论 作一种新的解释 根据近代科学的发明 不难了解 很多宗教保持有关生命的生存 和宇宙的看法 只是在陈旧的思想框框里面修正 和智能的一般趋势 一些宗教习惯于抛弃科学的研究成果 因为这些科学成果 绝对不附和因杂 这种思考上的故习 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假定他们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 那不信教的人将会增多 人们不会接受盲目的信仰 好将因而拒绝 顺从那些 顺以传统来压制人的教条 宗教在人类进步中 有着很大的帮助 他们对人类的生活 提出了价值 标准 和指引原则 但是为了能够使宗教 继续贡献人类 假使他们坚持 将真理放进于 形式与教条的框框之中 则宗教将不能够再继续 存于现代科学时代 假使他们只是鼓励一些 已经失去了宗教原有的意义的仪式 和修持的话 宗教将会变成一些 例行的公事仪议 感谢观看 电影 贡用